今天赶紧补一个视频的开头 为什么这么着急要补一个开头呢 因为明天就是周三了 视频马上就要自动上架了 所以我赶紧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我真是疯了 因为我刚刚才看到了一篇文章 是介绍我这期视频主题的一个核心人物 肯定会有人问 为什么之前就没有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呢 因为我之前去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这么牛 逼 他就是法国传奇厨师 法国分子料理界的 这个 世界殿堂级主厨 把米其林16颗星星扛在了肩上的男人 Pierre Garnier 现在想想我们当天是非常的幸运 他居然在店里 至少算是我们吃过他亲手做的饭吧 毕竟他都70岁了 没别的意思 很尊敬他 姐你看到这个视频你也知道了吧 你这次来法国没白来 这个接耐标准还是非常高规格的 在进入正片之前最后说一件事情 因为我这期视频忘记带收音麦克了 这个声音的效果是非常的差 好朋友们多搭带吧 好 正片开始 好朋友们吗 好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吃一家二星的米奇鲤 这家的米奇鲤二星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 然后给大家照顾环境 还不错 然后他们家既是个五星鸡酒店 然后也是个二星的米奇鲤 然后我们现在等他们上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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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甜甜的鸡不会腻啊 超平衡的那个感觉 好多甜甜的鸡都不显得腻的 不过蒜 甜 再一起中鸡 不会腻啊 这就是法国做事情 做饭一定要平衡 跟做鸡也要 嗯 鸡肉有点脱 你就 它吃的是三个鸡 你刚吃甜 然后最后开始烤了 嗯 然后然后嚼在一起 混合到一起的中 然后又是另一个 综合的味道 你单独吃甜甜的都很好吃 咱们喝在一起吃 今天补个结尾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大背光啊 导致品画质有点太差了 所以就请大家谅解一下 然后对于这家二星的米其林 我还是给个大大的赞 从帮你驳车 帮你拿衣服 还有餐桌上的服务 都是非常一流 非常贴心的 菜品也是五星的好评 酒类的推荐也是跟菜品很搭的 毕竟咱们只是在布尔多 红酒之城啊 反正他家是从来都没让我失望过 米其林探店 咱们之后还会继续做下去 但是就要等到 疫情结束之后 又想到一个金句 生命不息 美食不止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请给我点赞 分享 订阅 散 链 链 好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